你是否能够想象没有塞纳河的巴黎 没有哈德逊河的曼哈顿 或是没有鸭川的京都呢 许多美丽的城市都有迷人的河流相伴 但在背后支撑起这片美景的 是许多看不见的工程 跨领域的现代防洪计划 大台北地区防洪计划2.0 数十年前提到水岸城镇 例如三重、卢州等地 人们谈到的不是美景 而是对台风季节淹水的担忧 为了解决水患问题 水利单位花费15年 三阶段实践台北地区防洪计划 接续花了6年整治基隆河 以及原山子分红隧道 让灵河居民远离低洼淹水的恐惧 然而 极端气候带来了新课题 让防洪、治水有新挑战 由中央与地方跨部门协作整合规划的 2.0版大台北防洪计划 除了改善以前的线 更要扩大为面 让整个流域就是水溶受区 因此 堤防不采加高方式 而是强化原堤防检测与结构补强 并设立无人抽水站 为力洪水通过 适度抒发红树林人工湿地 以达防洪、生态、坚固双赢 全新概念结合多元化工程 水利法新增净流分担与出流管制专章 分担气候变迁下产生的多余水量 提高整个城市的沉洪韧性 同时扩大公民参与与企业加入 并纳入整个流域周边环境 体内外融合 达到水岸缝合 从水岸到周边社区 不同分区有不同的规划措施 例如人们最关心的防灾措施 获得知识的教育设施 可以活动的运动场地 能够清水的安全空间 也保留了农作物自然生长的土地 不同分区兼顾环保 又做到生态永续 过去 河流与城市间有一道冰冷的堤防 未来 二者之间 景观缝合后 自然衔接城市生活与水岸美景 2.0清水生活 多元化工程带来的优质水岸 期待跨领域单位的共同成就 相信不久的将来 就能迎接全新2.0河岸新生活 下一站清水 solic设计可护用 自由 难 season 未来 old 吉祥